马英九在昨天还讲了一段话 针对武汉包机的部分 他说不好意思我们政府给你们造成困扰 所以柯建民也就直接开骂 他说没有想到马英九到武汉和中方代表 谈到了包机一事 竟然脱口而出是我们给中国造成困扰 他要问到底是何者造成台湾人民的困扰 他说当年的状况很清楚 台湾政府立场是要把短期滞留 生活上不方便的台湾人 赶快从已经封城的武汉接回台湾 但当时中国的资讯封闭 第一班武汉包机很多旅客 根本不符合紧急需要帮助的人的条件 这是他们的说辞 可是当时明明就是 你一直在阻挡不让小民回来 陈忠那时候不是还在讲吗 他就说你出生之后 你自己选择国籍 就你自己要承担 所以现在反过头来说是 他们说是因为那些旅客 不符合紧急需要帮助的人的条件 我觉得其实不过才三年前的事情 为什么要现在在那边瞎掰这些有的没的人 当时武汉包机的问题 其实就是很多台湾人要回来 台湾要回来 但是我们这边看起来没有要让所有台湾人回来 所以就递下了很多层层的门槛 包括说是生活不能自理的 然后呢 或是说必须要依亲的 这样子才回来 如果你可以在那边 比如说你是个台干 或者是这个台生 你还能够自理生活的 就不符合来的 来的 来的 回来的这样子的条件 就是你必须要很紧急啊 你才能回来 但即便是很紧急 他还是有很多这样子 就是在规定之外的 这个 这些灰色地带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我娶了一位大陆配偶 大陆配偶 我娶了他 但是他的这个 他还没有娶了台湾人身份 那这样他可不可以回来 当时是不可以的 或者是说 我今天娶了这位大陆配偶 他有一个前一段婚姻的子女 这可不可以回来 也是不可以的 这就是小明争议之所在啊 但是问题是 当时明明就有很多的新闻 包括像是美国 像是日本 然后呢 要从这个重大厨撤侨 然后像美国要撤侨 基本上都是 可以 就是fail就来上飞机 然后呢 家人就来上飞机 只有台湾 在那边坐台湾人之间 还要彼此坐台湾人的审查 你够不够台湾价值 你有没有 你的台湾 你的台湾价值到什么程度 你才能够回来 设下重重门槛 那是我们 自外于其他国家的惯例 是我们自外于其他国家 当时很多人从武汉撤侨 所以大家不要 不要觉得这件事情 都忘了吗 才三年前呢 所以那是我们的问题啊 我们怎么会做出 这样奇怪的决定呢 今天 今天就已经是 结婚的配偶了 然后你还要挑递 他没有台湾身份证 又会说 他前一段婚姻 那那个不是 那个我们不认了 那个不算 这就是拆散骨肉 当时不就这样说吗 当时是因为 紫费中心光环正赤 所以大家都忽略他 或是很多这样的喊声 是没有被重视的 这基本上是违反人性 在拆散骨肉这样的状况 这不很可耻吗 当时不是还有一位 还有很多特殊状况 特例中的特例 比如说有缺药的 要辗转好多趟 然后送药去的 然后还有辗转好多趟 从武汉出来 要搭包机的 所以这些状况 这些状况就是 确实啊 我们的政府 似乎并不把人性 跟原救 跟支援 救援在外地的台湾人 这件事情当成第一优先 就是这样子 那你说都是防疫需要 是吗 也并不是啊 我们可以看到 从武汉后来回来 那陆续三班包机 每个人包得跟太空人一样 然后结果就 我记得没错 就一个 一个上机发烧 那时候全国踏法 怎么会这样 你要害死人是不是 你是不是要害台湾 结果呢 一转眼看到 从欧美回来的飞机 哪一班在穿成这样的 有哪一班穿成这样子的 那时候不是 一整班一整班的回来 一整班一班从美国回来 从欧洲回来 从菲律宾回来的 然后从日本回来的 什么邮轮 全部搭回来 有像这样子的吗 都没有像这样子啊 都没有像这样子 然后美国回来的 班机动辄感染率 可能还有两成多 三成多的 一塞一点出来 它都是确诊者啊 那你有没有 嘴过美国一句话 你有没有嘴过说 这个在美的台湾人 请你不要再回来了 你有没有嘴过一句 还有像是从西班牙 整团的波波医师 一群年轻人 全部确诊回来台湾啊 你有没有嘴过一句 从菲律宾回去的 一个前观光局 主命儿子 而观光还去接机 然后让他爸爸 自己把他接走 还在机场里面喝咖啡 你有没有嘴过半句 这些当时是因为 真的指挥中心 那时候声望相对高 很多大内外宣众 大家觉得说 不要挑战啦 能保命就不错 大家不嘴 可是这件事情 你今天要提大家 就来把总账算一算嘛 回头去看 你们这些王八蛋 你们在搞什么鬼嘛 你们在那边就是对中国大陆 跟对美国双重待遇 但问题都是台湾人啊 然后其中还有特权的 外劳去走廊上泡面罚十万 然后主命的儿子 去机场咖啡厅喝咖啡 没事 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真的不要嘴 不要嘴这个 然后讲到什么 讲到什么 其实也没人 其实马英九 他讲的话是分两段 第一段在讲说 台湾人支援武汉抗疫这件事情 当然他就是 被带去参观嘛 他就台湾人支援武汉抗疫这件事情 然后就提到了武汉包机 然后说 然后说这个 对不起当时给你们造成一些困扰 接着呢 他看完整个 整个展览 包括什么方舱医院啊 然后呢 讲说什么 这个武汉当时在这个张院长 就是他们当时武汉的 主要的抗疫的这个医院院长 讲说张院长的领导之下 领导之下呢 然后在初步疫情呢 没有大规 没有快速的扩散 这对不只是对大陆 对全人类都是贡献 从头到尾没有把台湾 跟中国大陆比较 你玻璃心是在碎什么 在碎什么 没有在比较啊 这对中国大陆来说确实啊 你要去想想看 它是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 它如果第一时间 没把武汉封起来 当然封城 大家都觉得很不人道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不用这种决绝的做法 14亿人在里面交互感染 交互感染 不要忘了 我们的病毒是快速变种啊 一开始你那个武汉株 还在研发疫苗的时候 已经变成什么Delta 什么什么之类 都是怎么变种的 在英国快速交互感染之后 病毒就变种了 还有在非洲 快速感染之后 病毒就变种了 如果在14亿人 整个中国大陆 然后变成一个大链鼓场 它不知道变种 病毒早报 已经变种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来得及吗 你的疫苗来得及 你解药来得及吗 你什么都来不及啊 它就是用了一个 你不得不佩服 共产党有超强的社会控制力 它叫你封城 你就封城 全部能够呆着 所以它是牺牲自己的人民权益 跟牺牲自己的经济发展 然后把疫情给它控制在这里 有什么错 有什么错 如果它变成一个大链鼓场呢 那还得了 然后再来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还搞了自己的疫苗 国药跟科兴这个疫苗 14亿人都打自己的疫苗 它没有到世界上面 去跟你抢莫德纳 跟你抢AZ 跟你抢BMT 它就打自己的 你把他闲到爆 人家打自己的 它没有出来跟你抢疫苗 今天我们中国大陆 14亿人加俄罗斯 打史普尼克 又是几亿人 两亿人左右 他们也跟你抢疫苗 你都抢不到了 你去跟前客买那个极其AZ 如果他今天出来 市面上搜刮疫苗 有多少人打不到 那不要说 然后中国大陆不止自己 打自己的疫苗 他还援助那些 没钱买疫苗的国家 急需疫苗的国家 这对人类不是贡献 我觉得讲话要持平 你可以反中 你可以讨厌中国 但是站在事实上面 不要讲那些 讲那些很诡异的话 你真的要比 我真的觉得台湾防疫 你不要在那边嘴 你比什么比 你嫌弃国药科兴 人家都还是WHO认证的 只有台湾会让超过 会让100万人 打那个腐水 打那个腐水 然后你现在还跟我讲科学 你还要比较人家防疫的成绩 要不要脸 我自己是台湾人 我都觉得你们在那边 嘴这件事情很丢脸 但我理解 因为国民党现在内 对不起 民进党现在内政 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还有只是 继续守着那个防疫 然后呢 化作死中载 我们防疫天下第一 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 性的人不多了啦 只剩下那小小一戳 那是他心中最软的一块 你只要好好保护他 不能再让这个 这个粉红泡泡也破了之后 就什么都不剩了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 有营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